中药材海金沙 大家有听说过吗? 这种植物在我们农村可以说随处可见 今天我们就一起进山去认识一下 要找到海金沙非常的容易 它一般就长在像这样的林下 山坡或者是棺木丛中 大家看一下眼前的这个植物 见过吗?熟悉吧 它就是海金沙了 一听海金沙这个名字 好多人可能以为它是来自海边 实际上它和大海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因为它都是生长在山里头的 它能产出可以吃的沙子的植物 还是一味非常有名的中药材 海金沙为海金沙科海金沙鼠 多年生攀原炒制藤本植物 为什么叫海金沙呢? 因为它这个包子做成药材的时候 就像海沙一样的细腻和光滑 在李时珍的本草杆木中呢 释迦描述的 色黄如细沙 未知海者神艺之也 这就是海金沙这个名字的由来了 神艺之意思就是它的药用价值呢 非常神奇 接下来我们来仔细的认识一下它 它的根精细而匍匐 金呢比较细落 在我们民间有些地方也会采收它的这个全草呢 晒干以后呢来做草药用 而药店里头卖的海金沙呢 一般是它这个晒干后的包子 它有两种叶子 像这一种叫可育叶 这个小雨片的边缘皱皱的 有生生的裂齿 它的包子呢就长在这个叶子裂齿的背后 它的包子产生的季节是在夏秋两季大概八月间左右 像这一种呢就是不可育叶了 这一种的叶子它不会长包子 虽然海金沙常见 但它的收割呢并不简单 我们一般选秋天的时候收割是最好的 太早收割它太嫩 太迟了又太老容易脱落 所以在秋季它的包子未脱落的时节 我们就要收割它这个藤叶 晒干后搓揉或者是打下它这个包子就可以了 由于它的产量呢不高 所以在市面上如果我们要买这个海金沙 那我们想看这个货存不存该怎么鉴别呢 首先可以通过泡水 海金沙它在水面的张力比较大 所以它是不容易沉入水底的 再一个就是可以用手触摸 它的手感非常的细滑 还有可以用纹 闻起来呢纯正的它有淡淡的药香味 要注意的是大家在保存海金沙这个药材的时候 一定要远离明火 因为它们很容易燃烧 最后来分享一下它的别名 它的别名呢也叫竹悬丝 鸡爪草 铁线藤 金沙藤 细丝藤 四字藤等等 如果大家还知道它的其他用途的 欢迎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植物知识 大家记得关注我 下期将给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兰兰 我们下期再会